好,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月偏矢 月偏矢就是月亮會走進我們的半影中 月亮,來 像這個 這個 有一些在本影,有一些在半影 本影有沒有光? 沒有 月亮黑掉 半影有沒有光? 有光 所以月亮還是會亮,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亮,有一些不亮 這樣叫做所謂的月偏矢 月偏矢 那麼這個叫做所謂的月偏矢 月偏矢就是月亮部分在本影,部分在半影 好,第一件事情 月偏矢部分在本影 月全矢全部都在本影 全部都跟本影有關 所以這叫做本影月矢 日全矢人站在本影 日偏矢跟本影有關係嗎? 沒有,日偏矢就是在半影 所以日偏矢跟本影沒有關係 月偏矢跟本影有關係 部分在本影,部分在半影 然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月亮 這個月亮如果被遮住了 只要看得見月亮的都看到它被遮住了 所以月時的可以看見月時的範圍比較廣 只要看得到月亮的都看到它被遮住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叫做月偏矢 這月偏矢的照片 這個是月偏矢的動畫 你看它的右上角被遮到 右上角被遮到 這叫做所謂的月偏矢 下一個叫做所謂的半影月時 半影月時就是月亮走進我們的半影當中 像這裡,像這個地方 月亮走進半影當中 請問你喔,半影到底有沒有光啊? 有啊,所以月亮有沒有反光啊? 有啊,所以月亮會不會亮啊? 會啊,只是亮度比較怎樣? 暗一點啊 可是你用肉眼很難看出它的暗度變小了 你要靠一些方法 比如說靠望遠鏡 觀察它上面一些陰暗區域的那個變化 或者是攝影機拍下來然後快放 你才看到說,哎呀,好像有變暗一點點 所以肉眼不容易觀察 所以半影月時就是月亮走進半影當中 但是肉眼不容易看到 要藉住一些儀器才可以 這些還可以 比如說像這個 你有發現它有變暗一點嗎? 有嗎? 因為攝影下來快放 你看它有變暗一點點 但是用肉眼不容易可以看得到 這樣就要半影月時 所以月時一樣有三種 那跟你講過了 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考試考圖 月亮在這裡 發生哪一種月時 想看到這種月時 月亮要站在哪裡 然後會看圖是重點 OK? 好,下面一個叫做石像 日時從西方先吃起 月時從東方先吃起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知道地球 這邊逆時中轉 地球是由西向東轉 地球由西向東轉 所以呢 上面是西,下面是東 月亮跑過來遮太陽 先遮哪裡? 先遮上面嘛 上面是哪一邊? 西邊嘛 所以日時從西方先吃起 然後呢,地球由西向東轉 這邊是西邊 這邊是東邊 這邊是東邊 然後月亮跑進地球的影子裡面 誰先進影子? 上面先進影子 上面是哪一邊? 東邊 所以呢,月時會從東方先吃起 所以 日時從西方先開始 月時從東方先開始 有少數情況會不對 比如說 現在應該是晚上 你應該看不到太陽 可是你處在永遠 所以還是有太陽,對嗎? 這個時候如果發生日時 那他就會從東方先吃起 會比較跟人不太一樣 這種少數的例外 我們就不要理他 我們就是日時從西方先吃起 月時從東方先吃起 他從哪一邊開始吃掉 了解一下 好,這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月時 跟他所日時月時開始的方位